大家好 我是小灰 冬季来临 像现在这样的雾天也会逐渐增加 那么在雾天行车应当注意什么 如何能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 今天让小灰和您聊一聊 首先我们要注意一点 在雾天行车正确的使用灯光 是我们保证行车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 那么雾灯就是我们在雾天行车时必须要开启的 那么如果遇到雾气较大的情况下 我们还可以开启双闪灯 这样能够有效地提示周边的车辆 尽量避免车辆的呱扎事故 那么同时我们一定不要使用自己的远光灯 因为慢反射会让我们的眼前一片白茫茫 那么导致我们在行车中更加难以观察前方的事物 当然了 正确的使用灯光 是我们保证在雾天行车安全的一个基本保证 同时我们控制好自己的车速 与保持好与前车的距离也是很重要的一项要素 那么我们知道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 我们控制车速应该控制在40公里每小时以下 同时与前车的车距一定要大于150米 当我们的能见度已经非常低了 完全低于50米以下的时候 我们的车速应该控制在每小时20公里以下 同时我们应该配合灯光的使用 尽量将自己的湿阔灯 包括我们的双闪以及雾灯尾灯同时打开 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在雾天的正常行驶 我们也知道当雾天来临的时候 往往地面就会变得过于湿滑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采取刹车时 就应当尽量避免急刹车 防止车辆的打滑 同时由于急刹车也会影响到前后车辆的安全行驶 那么我们建议在雾天时 我们一定要在刹车时采取轻点刹车 一方面的轻点刹车可以让车速得到有效的控制 第二呢当我们轻点刹车时 后方的刹车灯亮起 也可以提醒后方车辆与我们保持有安全的车距 这样让我们的行车也会更加的安全 当我们在大雾中行驶时呢 勤按喇叭也可以有效地帮助周边的机动车和行人飞机动车 判断我们车辆的位置 同时呢如果我们行驶在三条以上车道时 我们的建议呢我们可以把车辆尽可能的行驶在中间车道 这样呢也会让我们的行驶中更加的安全 如果您在行驶过程中啊遇到了浓雾天气 咱们可以选择就近选择进入服务区进行休息 同时呢如果到不了就近的服务区 也可以选择附近的安全路段把车辆停好 直到咱们的能见度逐步提高 再继续行驶上路 当然了如果您在大雾中发生了交通事故 请您一定切记打开自己的双闪 同时呢所有的驾乘人员离开车辆 等待事故处理人员的到达 无论您是老司机还是新手驾驶员 当霧天上路时应当时刻的注意自身的安全 在开车前应当及时的检查自己的灯光 和自己的车况 那么还是那句话 霧天行驶减速慢行 好 下面节目更进来 请您继续关注 看着呀都很酸爽 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去看看 讲的公交车长究竟在干啥 哟 您这咋还哭了呀 每天都要哭一次 开个玩笑 为了市民的安全 我们每天都要上岗之前 做一次抗原检测 在这那边要站一个山 然后滴入四滴 等待结果 我现在这个结果已经出了 是阴性 其实在我们上岗之前 都要做一次抗原检测 还要做一次核酸检测 进入调度室前 还要扫上面的健康码 现在我们就开始 对车辆进行深度销杀 像这门的地方 都是乘客接住了部位 要深度销杀 深度销杀已经结束 现在我还要对车内乘客 接触过的部位 进行精细销杀 胸杀完还要把这些部位 擦拭一遍 其实这么多的准备工作 都是为了公交车 能正常的上路运营 但是在车辆出厂前 公交车长还有一项 更重要的工作要来做 在疫情期间 公交车辆是长时间停放 没有拖入运营 为了保证车辆正常的 随时进行运营 每周两次 也就是三斤时间 对车辆进行一次 全方位的检查 检查的内容有水 电和油 这里面的水 指的是水循环系统 也就是冷却水 油是润滑油 那儿电呢 指的是这个电瓶 电瓶是否这个 接触正常 还有这个灯光 包括这个轮胎气压 进行一次全方位了这个检查 最后呀也是要提醒大家 近期乘坐公交车一定要穿得厚一点 因为呢 车内要保持通风 车窗不能完全关闭 多一份理解 多一份安全 小汇在路上 记者报道 这两天有不少市民 都打热线电话 或留言咨询 说我的车快到审延期了 现在到底能不能审车 过期了怎么办 针对这个问题 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目前河南交警 推出车驾管业务延期办理举措 在2022年9月1号 至2023年3月1号期间 审车 报废 原号牌保留 互联网预选号牌 驾驶证审验 驾驶证期满患证体检 驾驶证期满患证 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驾驶证注销 学习驾驶证明 满分教育等十项业务 均可延期六个月办理 所以有需要的车主们 可以提前登陆交管12123 来了解一下 那现在咱们省会郑州全域内 也是对违反机动车尾号 现行规定的交通违法行为 暂不处罚 此外我们也是从郑州公交获悉 目前城区内公交线路 正在逐步恢复当中 乘客乘坐室内公交 需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并测温 核酸证明是从检测时间开始算起 骚马显示24小时核酸结果 方能乘坐 还有一个咱们市民 最近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现在各大医院 是否可以正常就诊呢 那目前郑州市多家医疗机构 发热门诊和普通门诊一样 都需要预约就诊 或现场预约 并接受流行病学调查 个别医院因特殊原因 需要经过急救通道 才能到达发热门诊就诊 而对于非极为重症发热 咳嗽等十大症状患者 是需要到发热门诊就诊的 并且在核酸检测结果反馈之前 不可以离开发热门诊 我们建议大家提前联系医院 咨询相关要求 也可以登陆正好办 疫情防控服务专区的官方信息 了解就诊医院的详情 最后再来给大家提供一个路况信息 从2022年11月15号至12月15号 每日夜间23点至次日凌晨5点 郑州市北三环东沿隧道 将进行夜间封闭施工 其余为隧道内正常通行时间段 隧道封闭的时段内 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过路的车辆需走地面层通过 提醒广大司机注意了 那您在路上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随时会问您解答 小辉在路上记者报道 观众们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联合高速柳林收费站的上站口 现在上午大概十点半左右的时间 我们从这个省高速交警总队了解到 因为雨雾天气的影响 河南内的多条高速的部分站点 实行了管制措施 具体的有以下路段 因为雾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 联合高速 掩饰站到洛阳站 开封站到龙亭站 正民高速 郑安站到瑶家站 商灯高速 新村站到原博园站 郑鑾高速 侯寨站到新正西站 安罗高速 关渡站到机场东站 交通高速 拱益南站到白平站 郑云高速 广武站 郑绍高速 全线 郑州西南绕阵高速 全线 因为降雨禁止七座 含七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 大广高速 长远站到丰丘站 荷宝高速 货家站到牛屯站 以雨雾禁止货车上站的路段有 金高二高速 新乡站到贺壁南站 那么在雨雪雾天啊 确实有需要出行的司机朋友们 在这个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那么今天啊 我们就找这个旗警官给咱们聊聊去 雨雪雾天呢 能见度比较低 特别是有雾的这种情况下 应当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减速慢行 特别是在有雾天的时候 车与车之间的距离 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 保持好适当的距离 可以及时的刹车 留出来时间 留出来安全距离 这里边也有一个具体的规定 当能见度低于200米 这个距离的时候 车这个车数啊 一定不要超过60公里每小时 当能见度是100米 100米左右的时候 这个车辆的速度 不要超过40公里每小时 当能见度低于50米的时候 与前车至少要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 就是驶离高速公路 或者是进入服务区 不要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这是要注意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不要随意变道 因为在能见度低的情况下 随意变道很容易造成车辆的刮叉 或者是侧翻等等事故 第三点就是慎用刹车 因为在能见度比较低的情况下 车与车之间的距离 有的时候可能把持不是很好 那么这个时候突然刹车 你可能追尾不了前车 但是后车可能造成追尾 所以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就是要正确使用灯光 咱们知道啊 雾天的时候一定要使用近光灯 四阔灯 这些灯光 包括双闪灯 不要使用远光灯 因为容易造成闪失 反而看不清前面的路线 所以在雨雪雾天 特别是在雾天的时候 能见度比较低的情况下 一定要注意行车的这四点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 那些有出行需要的司机朋友们 可以提前关注咱们河南高速公安的微博 微信 了解实时路况信息 以免给您的出行待了不便 好 小吴在路上 接着报道 你这个车是不是你的车是吧 不是啊 朋友的车啊 那从来 我的车买了 临时开他的车 临时开他的车 然后谁不知道这个车有问题 我不知道啊 这个车没年减呢 没年减 违法未处理 没年减 有效期都2021年12月 三位我问他了 我说这个车 我看清这个是不是改身 他说这个疫情 年了不改身 要我打电话 我上次还故意问他了 因为我拿车改身的 他说不用 那他理解错了 那估计是 你这个车我上次说改身的 你说不身 现在不用身 现在也差了硬超量 2021年返华的证件 2021年 2021年12月底应该年减一次 然后后面是两年一次 两年一次 对 那种啊 其他谋啥吧 其他没事 我看还有违法未处理 我看 我看 中多如果把未处理 我一张晓了 这个车量保险都买了 应该这个知道不知道 这个我还得打电话 还得打电话 我拿车买了 那你的车买了是吧 我拿车买了 买了现在 我拿车能做收据的 所以我临时 他的车给亚哥了 毛泳 他也好一辆车 我一几米了 连爹也好三次辆车 然后就开了他的车 临时开了 工兵有事